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四节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有福是被赐福快乐的意思 虚心的人原文可以译成心里贫穷的人 所以这一节的意思是说 凡邻里飞向主求告就不敢行动的人有福了 也就是说主耶稣说 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 这样的人虽然生活在地上 神却已经在他心里掌权 天国已经是他的了 所以说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国是指王国 是王统御的将界 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 犹太人因为世界的命令 不敢妄称神的名 所以就以天代替神 因此天国与神国 就是指着上帝的国度 当主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时候 他指的是这些遵守天国宪法的人 他们才有资格将来在主的国度里 与主一同做王 总之在这节里面 我们的主是说 灵力要讨饭才能过日子的人 他一无所有 他如果不向主祷告祈求 就不敢轻举妄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这种人可以在天国里 与主一同做王 治理天国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哀痛原文可以翻译成悲叹 悲伤哀悼 它的原意是指被哀的心境说的 就好像传道书所说的 智慧人的心在遭赏之家 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是什么意思呢 在属灵上说 主耶稣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 但在人这方面来说 就好像我们的主 已经是离开我们到远方去了 他要德国回来 那么我们对他是怎样的心态呢 弟兄姐妹们 我们亲爱的主 已经到远方去了 他仍然未回来 他留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心是否在他那里呢 如果我们的心真的在他那里 世界的虚荣 我们会无心享受 别人对名利的追求 我们会不感兴趣 因为我们的喜乐享受 都是在我们亲爱的主那里 此外 哀痛的时态 也是现在分辞 表明持续不断的意思 所以那些持之以恒 专心为主而活的人 等候主再来的人 他们是有福的 安慰 是安慰 劝勉 鼓励的意思 当我们的心思意念 全是在主和他的国里 许多的时候 我们必会经历到 为主受苦 那个时候 主跟我们是站在一起 一起承担的 当我们觉得要倒下来的时候 他的手抓住我们 使我们不会跌倒 安慰 安慰就是这个意思 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提到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朝各样患难的人 而保罗也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被压太重 力不能生 甚至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 那些在地上 为主而活 劳苦做工 传主福音的人 他们所思所想的 都在主的身上 当他们为主受苦的时候 主要亲自安慰 扶持他们 有一天 当主得果时 他们必要得到主 永远的安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